那么临终祝念 譬如 切腹上山 自力不足 信有前前后推 左右服役之力 便可登峰造极 临终正念召张 那么假设 我们今天能够 做正确的临终的祝念 帮助他提起正念 而不是去破坏他的正念 那么这就是 讲出一个批语 好像一个 切腹上山 自力不足 就是 他这个人本身 没什么善业 善业力薄弱 如果是正常情况 他一个人上山是爬不上去的 但是 竟有前前后推 左右服役之力 有一个人在前面 牵着他 后面有人推着他 左右两只手 有人扶着他 那么他本身虽然没有力量 但是我们正确的 做临终关怀 可以使令他 因为我们的帮助 而达到高峰 那么达到正念的分明 而往生散除 就是如果我们适当的处理 能够在他的心中 培养一个善念 由善念的音言 去引导他的善业德国报 广过来 假设我们被 这个魔剑爱情 搬动等破坏者 譬如勇士上山 智力充足 而亲友之士各以己物 令其担负 担负过多力竭生疲 忘爱而退 假设我们今天 只考虑到自己的情感的花谢 只考虑到这个王者的身体 是不是化妆得很漂亮 那么这样子呢 就好像是勇士善善 智力充足 他本来善业力很强 他不但是善业力强 他心中还有直观的修行 那么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用功 有一个正念的 但是呢 他本来有力量爬上山 但是亲属呢 把自己的东西都交给他 使令他负担过多 结果呢 忘爱而退 就退下来 破坏掉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念啊 当然一个正念分明 有一半的因素是 他平常的用功 就是他平常参加共修 他有一些静坐的定刻 他培养一个正念 但是有一半的因素 就是灵种的环境 就是说 他内心当中有善念有恶念 那么你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要创造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使令亡者能够生起善念 所以灵终的处理就是 重点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创造一个好环境 让他平常曾经生起的善念 生起来 这是一个关键点